31岁的林月盛七年前当完兵刚考上研究所 生命如蓄日东升一般 没想到不幸的车祸让他人生逆转 严重的各种功能障碍也让牙齿属于照料没有一颗完好 台北慈激医院专门治疗伸脏患者的牙医师黄文国历经十个小时 在手术室里细细修补才让林月盛的25颗蛀芽免于拔除的危机 能救的牙齿就建议把它救起来 而不是选择就是把它拔掉 因为我觉得我要还他一个原本的真面目 然后把他生活品质提升 黄文国解除患者的口腔危机 再加上试病尤亲的态度让家属都称赞 我儿子都是这个医生那么棒那么棒 开到十点多 你看他还自己掏钱去国外做医生 你看有多优秀 照顾我儿子真的太棒太棒了 患有唐氏症的林玉坤 三十多年来未曾看过牙医 靠着民间偏方压制牙痛问题 残存的牙齿熙熙落落 黄文国帮他做了副假牙来门诊世代 华医师就变成一只他是一直说 一直在想要怎么样去弄 我们要怎么样去完成他这个东西 这些东西细节是做得很那个 变成也让我们说比较放心 一份不舍的心给予身心障碍患者 生命尊重与关怀 让他们活得有尊严 这是驱策黄文国 长期默默付出的原动力 大约新闻 王玉芬 红虫好 张正龙 台北新电报导 最后一张 Away 大家 感谢观看